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租户 正是温州中学的高三生们 自2009年开始入住以来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为止 书新院校区逐渐成了温州中学陪考族们的根据地 如今 这里至少半数以上的房子 租住着陪考家庭 被誉为温州最有名的陪考小区 150平米到40多平米 6月8日下午4点29分 老夏从学校赶回了 位于书新院校区一楼的出租房 和往常一样 他从冰箱里拿出剩下的鸡针 鸡爪还有小黄鱼 以及一小把蔬菜 开始准备当天的晚饭 唯一不同的是 浙江是他和儿子在这个不足50平米的出租房的最后一顿晚饭 距离浙江 2018年高考结束还剩半小时 小区里显得有些躁动起来 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在小区门口 开始谈论起接下来的安排 他们中有许多人和老夏一样 今晚就要离开这个小区 老夏一家三口 原本住在雪山路 150平米 环境舒适 但从儿子高三开始 他们就成了陪考大军里的一员 儿子说寝室里有人打呼 影响睡眠 我们也想着 搬出来可以给他做饭补充点营养 老夏所租的房子约某40多平米 一楼 一室一厅 一厨一卫 夫妻俩睡房间 儿子 睡大厅 房子进门就是厨房 约六 七个平米 台面上摆满了锅碗瓢盆 老夏一个人在里面忙活着 多一人也站不下 在网里 就是一个小客厅 一张一米二的床靠边摆放 床上淋散的摆放着一些书 这就是老夏儿子平时睡觉的地方 摆过床后 房间只留下一条小过道工人走动 而老夏夫妻的房间则在最里面 因为要搬家 房间内摆满了杂物 房间的墙面上都已经泛黄 角落里还有些发黑 透出一股年代感 老夏家厨房从150平米到40平米 老夏一家适应了许久 由于空间狭小 他们家的餐桌只能摆在阳台上 没到吃饭的时候再搬进来 也因为在一楼的缘故 阳台根本晒不到太阳 一家人洗完衣服后就到校区的凉亭 那大线晒衣服 有时候要晒被子 就直接扑在草坪上 以前觉得脏 晒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暖和就好 老夏咧嘴笑着说 老夏家的小客厅 老夏儿子平日就睡在客厅里